简单打个比方搬箱子这个东西 我当时听了之后也是 搬箱子也需要知识吗 当然需要知识的 如果你要是一天搬50个箱子的话 连续工作5天 无计到时候就腰机老损了 我觉得这件事好简单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已经没有问题 考验一下 搬箱子能有什么技巧 考验一下 折腾那边有一个饮水机上的水桶 你是用什么姿势把它搬起来 你先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先不告诉你动作要领 搬起来了 有点像 有点像 对 但是你要想象你一天要搬50次 至少50次 来50次 别别 有话好说 这个多成20公斤 19公斤 那我来试一下 那我来试一下 腿长了 我知道就是把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你的腰 对 所以不能这样抬 是的 你必须得先 蹲着很也不对 蹲着对 蹲着是对的吗 蹲着什么样劲儿的 蹲着什么样劲儿的 小心点小心 然后包着它 贴着身体 刚才你讲的那个理论是对的 但是你实际上在搬的时候腰是弯你的 动作是错的是吧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子的 张老师这个 放起来也是 您的腰不好 您的腰也是 我这腰不行 我搬一下就完了 对 我上次系个鞋带 就完整腰系个鞋带 这腰磕插一下就不行了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所以我就不搬了 咱们还得以后不能录军舞了 忙了 现在如果学会了这种搬东西的技巧 比如张老师平时要蹲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用到 也能保护到腰 比如说我蹲下去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我用两个手撑下自己的腿 然后保证 只要保证腰部的这个 哎呀 这还是科学的 我现在天天都这样 起来就是起不来 就得这样的 带个护腰 就得摁在这 那你确实是科学的 在家 腰部好的时候 家里还准备一个拐棍 就主持有拐棍才能起来 有支撑点 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正确动作要领就是 你把它 把它放到前面之后 我的后脚跟稍微抬起 先放到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大腿上 然后起来的时候 用大腿 我的腰基本上是不动的 那放的时候 也是要蹲着放吗 放的时候 我先把它放到大腿上 然后再把它放到下面 简单打个比方 搬箱子这个东西 我当时听了之后 也是 搬箱子也需要知识吗 当然需要知识的 如果你要是一天 搬50个箱子的话 连续工作5天 无济到时候就腰肌老损了 我觉得这件事好简单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已经没问题了 考验一下 你跟折腾 搬箱子能有什么技巧 对啊 考验一下 折腾那边有一个 饮水机上的水桶 你是用什么姿势 把它搬起来 你先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先不告诉你动作要领 搬起来了 有点像 有点像 对 但是你要想象 你一天要搬50次 至少50次 来50次 别别 有话好说 这个多成20公斤 19公斤 我们再来试一下 现在我试一下 腿长了 我知道 就是把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 不要伤害你的腰 对 所以不能这样抬 是的 你必须得先 蹲着很也不对 蹲着 对 蹲着 蹲着是对的吗 蹲着什么劲儿的 蹲着什么劲儿 然后抱着它 贴着身体 刚才你讲的那个理论是对的 但是你实际上在搬的时候 腰是弯的 动作是错的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子的 张老师这个您的腰不好 您就没事 我这腰不行 我搬一下就完了 对 我上次系个鞋带 就完整腰系个鞋带 这腰磕插一下就不行了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 所以我就不搬了 咱们还得以后 不能录军舞了 麻烦了 现在如果学会了 这种搬东西的技巧 比如张老师品